承认老师师母是我们老师师母 我们得要做个好徒弟 我们老师师母最希望 而最爱的 最爱的就是孝子 所以你们将来父母老了 有病一定要带着父母去治病 然后治 然后这个药 中药得 自己亲身去煎药 要去煎药 药端上来了 不冷不热亲身给妈妈吃下去 然后她躺下去 你把背我盖下去 给她盖好了 要去休息 然后妈妈你休息吧 你在她背上拍两下 妈妈你休息 你再出去 这个时候你妈妈吃些药 其实高兴就不得了 心情一高兴 她这个药在里边有这个作用 她会吸收 她会运转她的药性 有作用 应该吃五天药好的话 两天都会好了 知道吗 咋样不咋样 这是一个对父母尽孝 安慰父母 一个爱 爱父母的一个亲情 就不是造作呀 不要说我造作好了 省三付要钱也要好几百块 那就糟糕了 等于这是一个爱父母 爱心 爱心不是只是爱太太 不是只是爱孩子 爱心的爱父母 爱父母的亲情 比什么都要重视 你要给他爱 所以就叫 养者至其 病者至其忧 那么伤者至其哀 伤 那么贪到伤都是父母死掉 那个时候我们做儿女的很痛苦 父母死了 我们这个人最可怜的 没有人真心爱我们 照顾我们 疼我们 父母就活佛两尊 活菩萨两尊 有求必应 要什么给什么 要什么给什么 多少年了 忽然之间离我而去 都好像没有人保护我们 我们很痛苦 也是很 牵托认为很茫茫 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 应该 哀 哀就是悲哀 应该 那内心里边哀痛 哭 尽量发泄 你看那个礼记上 写得很清楚 这个父母死了 不得了 哭天抢地 儿女哭的哭 哭好啊 好啊 大哭特哭 哭到一个程度 哎呀 一看都 泪都带粉红色了 哎呀 才止掉 那个时候 就发泄好痛苦 七天不动一催 七天呢 那那个灶咖 厨房都不动活呀 没有心情再吃饭 我们那个林迪啊 看到 哎呀 孩子很可怜 那真是孝顺 想妈妈 定程度 我们那个邻居啊 大娘二十的 怎么样 就给我送点饭 送点饭 这孩子们啊 痛苦的啊 跪呢 跪那个 跪那个棺材 那儿啊 都清晰蓬蓬地拉起来 站着吃点饭 那个礼记上 诸节的也很清楚 那古老 老的人也是这样 所以这种表现 那个对父母那种心呢 啊 是敬意地都 就是表达 表达无意 你看现在 现在这个笑道 也没有人重视 也没有人提倡 父母死了 你看 你们看一看 有多少人哭啊 好像都没人 没几个人哭 没有几个人哭呢 他们还想个办法 有钱人真想 真有办法 他想个办法 哎呀 人死没有哭的话 没有味道啊 好能求呢 拍谁 他怎么样 好吧 现在只有枝叶孝子 啊 这个很可怜 很矛盾 枝叶孝子 他们讲啊 我们到去跟我们说 现在有枝叶孝子呢 我说不可能吧 怎么这么没有理由呢 他说你老注意看吧 会有的 我都注意看 我都坐车里边 注意注意 哎 看了好几次啊 看到一个小姐啊 黑马带笑 在棺材前面 一个小姐 那个边有一个零 零 什么零像的车 一个男孩子 我想哎 这可能不是他的 那个死人的儿女啊 如果死人的儿女哭的话 伤心 怎么会拿这个麦克风呢 我一看啊 这是枝叶孝子 没问题了 拿麦克风 哭的啊 好惨的 妈呀 妈呀 就是哭 哼 我一打 哎呀 真有真有 我问他们差不多多少钱了 哎呀 便宜便宜 不不不不 你小金小 一千块几千块 一千块 送便到了坟墓 还哭 哭完再回来 还有拜灵 拜拜 拜拜